這一幕震驚國際各大媒體 胡錦濤被駕駛過了快三星期 如今又有最新內幕曝光 日本媒體細刊複釋 九號刊出深度調查 首度還原了栗戰書的這段悄悄話 傳語專家解析 栗戰書搶過紅色文件夾後 便向胡錦濤說 別翻了 都定了 而胡錦濤急著確認名單 就是當天發現 政治局委員只剩二十四人 而被踢掉的 就是自己的子弟兵 胡春華 習近平借嫁走胡錦濤 消除黨內雜音 也確實在隨後的投票中 受到效果 不同意的請舉手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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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過 而從栗戰書當時連忙擦汗來看 專家推測他是臨時被告知 要配合演出這套殺雞儘猴的戲碼 王滬寧設計的這一招就非常的妙 這個習近平的腦子想不出來的 但是王滬寧這個幾朝元老 扶持了這麼多的第一把手 他這個腦子是夠實的 如今王滬寧留任七人常委 受到習家軍全面掌控的中國 恐怕更容不下一絲反對聲音 三天新聞 上次報導